接到仪器以后 配件里边应该有一根电源线 它是接在这个位置的 有一个真空泵 真空泵的接头是这样的 接在仪器后方的这个位置 还有两个这样的嘴子 这个宝塔 这个宝塔接头 是放在这个位置 我这次还旧的真空泵 家里调试用的 接在这个位置 接在这个位置 然后配件里有一段红色的管 这个管是插在塌上的 然后像这样接的 可以扔在窗子外边 它是排废器的 还有一个接头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东西接在这儿 接在这儿 然后里边有一个架子 两个瓶子 还有一段两米糖的这样的管 它是这样接的 从真空泵 刚才我们接的那个接头 出来一段管 接到瓶子上 然后一个瓶子接在另一个瓶子上 这个瓶子 接在仪器后边的 这个宝塔接头上 这样的话 仪器外部的安装工作就进行完成了 我们开机一下 实验过程中 仪器里边有这个 配件里边有这个胶垫 这个胶垫 拽下了一个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我找找有没有多的 它这边都有状态倒计时的 现在还有四个 出真空状态还有四个 出真空结束之后 宣 那个配件里边有这个东西 有一个注射器 还有一个增加 然后 抽入试样 抽入用 抽入三毫升 我们要求注入是三毫升 但是抽的时候 可能会要求多抽一点 四到五毫升左右多行 四毫升多一点 然后把多余的 排出来 其目的也是为了把 针管里的空气排出来 排出来之后 快速的扎入 扎入橡胶垫 在这里边快速的扎进去 然后快速的 把里边的摄像推进去 推完以后 直接点下一步 开始测定就可以了 刚才吹扫的结 结束了之后 它要提示要求更换新的格垫 香蕉格垫 然后出真空 更换新 我们找了一个新的格垫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一般这个格垫一次 也就用一到两次吧 给拧紧 按照提示操作下一步 我让你再次购买了 我让你再次购买了